大家好 我叫周史纯 今年25岁 现在在上海宝宝物流有限公司 任职 作业找一职 主要从事码头的生产管理工作 我去年8月份从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毕业 为了工作方便 现在住在公司的酒店室公寓里 下班后常常和朋友一起打打桌球 放松放松 我比较热爱旅游 周末有空就会开车到上海周边的地方逛逛 遇到长假就会往远的地方跑 我还很喜欢舞蹈 大学时是上海海事大学校舞蹈队的一员 吴总是现代舞 还参加过各类开幕式的演出 我比较喜欢高挑的女生 不需要她很会烧饭做菜 小周是我们这儿的作业长 他管辖 七十多位置工 他是我们宝钢物流公司 年纪最轻 学历最高的作业长 这次小周参加商业兴趣的活动 希望他找到知识宝钢 支持他在码头工作的概念 哦呦 缘分呐 东航物流操作 遇上了宝钢物流事业长 哎呀 你们 哎呀 我们爱物流 哎呀 我们爱物流 哎呀 我们爱了 好 来 可以聊天了 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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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 呃 你还十四岁是吧 对 今天是本命年属蛇的 我比你大 不是 不介意的 那我建议呢 嗯 我可以努力改变这个事实 你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我可以改变 你还能改变他年纪比你大这个事实 我蛮结束这样 其实你刚才知道自己是温州人啊 那温州那边其实家族都有做生意的传统 有的 你为什么不去做生意呢 嗯 这是我自己个人的原因吧 因为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出来了 就是一个人在外面打拼 爸爸妈妈是做生意的对吗 没有 爸爸妈妈也不是 但是家族是有做生意的 但是想毕业以后 爸妈叫我回去 我没有听他们的 就是想自己在上海打拼 对 因为我觉得想靠自己的能力 在上海拼出一片天吧 这也就你刚才说温州男人那种鼓励的东西 对 对 对 最重要的那个樊耀姐呢 在这个看你这段短片的时候 看到她开车的时候 你心里面也一乐 也是符合你的要求的 就是男生要能开车 能够带着她 这很重要 而且你不停地在偷笑 到底她哪里打动过你了 没有 正好看到 我觉得很巧 大家都是坐无聊的 哦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哦 好了 我们先听您老师的 姐弟恋不到六岁不叫姐弟恋 虽相差一岁那根本不是问题 我现在已经过大都六岁了 六岁 六岁以上才叫姐弟恋 其他还都这么不是 啊 所以我觉得这些好像应该不是问题 看这个男孩子的上进心 他的事业心 还有一个我觉得他 非常的在讨好你 他会迁就你 我觉得这个做女孩子在 初期接触之处 能感觉到男方的诚意 还有你们两个人的衣服的里面那部分 好像有点情侣装啊 哦 都有条纹 哦 那我们刚才也看到啊 周先生大学里面还是舞蹈社团的 主攻现代舞 今天要不展示一端 好 来 准备 开始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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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是练这个舞种的 这朱镇你不也练这个舞种的吗 我练了半天 那给你一段水秀吧你啊 红年 天空上 对对的爱 算是把话筒摆到后面 成为掉了 话筒 处理一下话筒 你看经验还是不足 朱镇肯定不是这样处理的 应该吃饭一下 应该怎么处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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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 不知道你给不给她机会呢 樊小姐 嗯 好 好 来牵手入座 好 那目前我们前进一个人 坐在这里 我们林小姐一个人坐在这里 但是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 也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对啊 因为就在接下来这个环节 谁和谁都有可能 会有更多的接触的可能 那就要来看一下 还有些什么样的化学作用 将会发生 真心的大冒险 说自己的真心话 共同合作大冒险 那欢迎见今天的观众朋友 参加我们的节目 参加的方式可以通过 新一乐乡星期的官方网站 和官方微博和微信 那同时呢也可以通过 知己百合世纪佳 真爱网来报名 对啊 那电视机 今天朋友如果成功报名了 相遇星期六 并在我们节目当中 如愿牵手成功的话 还有机会跟随歌师达邮轮 展开一段浪漫的韩国双人邮轮之旅 嗯 来看看我们今天第一轮 是遇到了真心话 还是大冒险 请看下屏幕 停 大冒险 请男嘉宾为女嘉宾记丝巾 女嘉宾为男嘉宾记领带 哎呦 没有丝巾 你看到吗 哎呦 对了 三位已经丝巾都摆好 哎 坐姿完全一样 大家看 这种感觉一看就非常的赏心悦目 嗯 这好像是我们东航 一个优秀称呼组是不是 这应该是林彦组的吧 是吗 你看 他们连笑容都一样 对吧 哈哈哈 要的就是这一份的风范与感觉 所以我觉得 寄丝巾这个游戏特别合适 因为我觉得是每天都要有这个 寄丝巾的环节 我们这边看到呢 男孩子面前都有一块丝巾 接下来呢 就为你们 想要为他记上这块丝巾的人 为他记 哎 不是说你身边那个样 你想给谁记 你就去帮他记 对 我们先来调查一下 有人有可能会记到两三块 也有可能啊 那也没关系 你想为谁记 我想为 旁边的就为他 就夏天是吧 就夏天记了 好 来 这边 等会儿 还有人想为夏天记吗 对 为一号女嘉宾 哎呦 刘童要为夏天记领带 两个人啊 领带啊 我老是搞错啊呀 你要为他来记丝巾 来 接下来是二号 赵小姐 谁要为他来记丝巾 好 这位 他为你 三号 徐小姐 我想为你记丝巾 没有 好 暂时啊 那我们再看一下周小姐 有人愿意为他记 好 李先生 好 OK 好 差不多的情况是这样 呃 我们这样啊 有哪一位愿意 为徐小姐来记丝巾的有吗 现场的男生当中 对 是不是宝刚人 哎 你是宝刚什么 你帮我们做下私我介绍 来 徐腾的同事啊 好 为什么 刚才一说到 哎 有谁愿意为 落单的徐小姐记丝巾 他们所有人的手 都指向了你 是你在过程当中 已经表达了 对徐小姐的好感吗 哎呦 脸都红了 哎呦 来 先到徐小姐身边 这不管啊 后面怎么发展 我们不管 但是一会儿 我们全场 大家都记完了以后 你单独为他记 记给我们看 好 来 各位 大家可以开始记起来了 是采用的是折叠式 而这边旁边二号 选择的是三角式 啊 记起来 好 我们看到四号 刘先生油条式已经摆好了 我怎么送你来送 好 来 刘童 可以过来了啊 好 他准备记完了 哎 不要解开 这也要看他了呀 你 你这样 不再记在脖子上 你觉得还有其他的地方 可以记吗 也可以试试看 手臂 好 我们这样好吧 请专业人士来点评一下 好吧 叫吕丽萍小姐 哎呦 厉害了 那么孙海英先生 没有来啊 好 来 那我们这样好吧 一位一位来看 先从伤得最重的医药 这伤得最重 好 点评一下 这个绝对属于我们空船当中 有一门课叫医疗急救 医疗急救课 是包扎伤口的 所以这条是不合格的 是吧 对 略显不合格 这条绑在手臂上 反而更好一些 对 是的 好 听过这话以后 陈先生做何感想 是会医疗急救的 对 你就是为他医疗急救 就是任何需要的时候 都可以推卖 都可以 都可以 是这样 再来说一下这位 我就觉得整体的感觉 无论他记得怎么样 男嘉宾记法已经不重要了 就记得很漂亮 就女孩子的现在 很好看 再来看一下这边周小姐 我觉得这是 我看到现在 就是男嘉宾记得最好的 因为我感觉 他没有很掐着女孩子的脖子 松松的 对 松松的 这样就很好看 有透气的空间给到他 对 很大方这样现在 再来看一下反而言 这个是跟我们的空船职业标准 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接下来把诗经交给你 让规范一下 是打两个节的啊 嗯 这就是规范了啊 好 这样就可以上岗了 差不多 刚才注意观察了 接下来把诗经交给你 啊 众望所归的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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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宝钢物流部红脸组的是吧 哈哈 哈哈 这红的工历也 habilet 就是啊 好 这好以后 好 感觉怎么样 就这个节有点不是很好看 最好能保持一前一后 没有聊到重点 是 我说觉得还可以吗 就是觉得这个男孩还可以 那还可以 我觉得还可以 可以接触一下 还可以 可以接触一下 好 有时候我们通常是 墙内开发墙外当中的情况 是男朋友的 好 谢谢你了解 接下来轮到 女孩子为男生带领带 搞了半天 女嘉宾都不会带领带 把领带都给打成这个样子 好 外面问一下啊 看到一个刚刚为自己 带领带的女人 现在在给别的男人 带领带什么感觉 怎么我可以 把它自己扛走 是吗 还想把它也扛走 好 再来看一下这边 有没有心跳加速的感觉 有了 觉得领带带的怎么样 很好 轻松随意型的 对不对 自己喜欢就好 好 再来说一下这边 脸更红了 脸更红了 各位 好 好 好 音乐讲起来 show time 展示 喂 哎呀 哎呦 注意男嘉宾的手已经非常顺势地搭在了女嘉宾的腰上 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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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注意看 为什么你会不经意一些手就摆在了她的腰上 这是出于一种行动 就是对女性的一种尊重嘛 就是自然而然的一种行动 就是自然而然的一种行动 她说这么一个美女在旁边 我怎么可以 对了嘛 对吧 这也是 就不经意间搭上女孩子腰 还是在坐公交和地铁上养成的习惯 还是在坐公交和地铁上养成的习惯 开始 哎呦 哎呦 这个脸已经红了 我们这小伙子脸已经红得跟猪肝的颜色一样 哎呦 太棒了 朱先生 来来来 旁边李辉 这是史上脸最红的小伙子了 因为她是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一个声声被拖下来 好 来再来看一下这边 打得虽然随意随时会掉 好 好 来准备 show time 开始 呦 也是高手势 哎呦 你们俩怎么能用张老师王老师专用工作的 对啊 你们挑战权威啊 这是啊 来 两位谢谢 好 来 两位老师 点评一下 那个夏天啊 非常的Open 我觉得Open这个词用开放开朗都是OK的了 我们一直看到刚才那个动作很火爆了 其实之前你在选的时候 选到刘先生的时候 是用手去拍他的背的 这是所有女生当中最Open的一个 但是现在啊 陈俊这个位置显得非常的有力 我看自从站在这个位置 你就活跃得一塌糊涂 刘童好像完全被地理位置所影响 有点失落 刘童 真的 你要顺着这个话 你如果真的要选择在夏天这边的话 我们是允许这种打破规则的行为 你就站过来 爱心是没有规则的 对啊 你看有些时候为了打破感情的隔阂 连坐在那边的都可以到下面 你还不行 徐伟呢 我要这个赞扬一下 其实他状态一直很好 一上来的时候 我们去回放如果最早的他那个状态 起跑腿 就是随时准备要冲出去的 然后看到赵小姐呢 他就按捺不住了 你刚才动作其实有点大了 这个手已经搭到人家腰上了 通常我们要谈很久恋爱才会到腰上 然后 徐小姐 这个男生叫什么来着 石先生 石先生 这个很重要的 我问这个问题是 看看你有没有足够的关注到他 其实你对他还是有点好感 不在于你跨他的手 跨他的手臂其实是做给别人看的 但之前你有小动作 所以石先生要有自信 一个男生在喜欢的女生面前 要有充分的自信 石先生孩子今年刚刚满两岁 但是 你单身吗 他肯定单身嘛 他看到女生脸红的一塌糊涂 这种羞涩的感觉 就是一个初次见到美女的状态 但是你老是这样见的话 我估计你的健康会受到很大影响 因为他这个心跳完全是没有规律的 我们可以去查 人都快烧着了 这是啊 我们继续来看看接下来的一题 对 你们领带都不高兴摘了都没关系啊 都可以留着 然后下一题 真心话是大冒险 提 真心话题目是 对你心仪的异性说一句赞美的话 不说是谁 你就说一句话让我们大家去想 你说的对不对是不是 你不要对着他说 你就对着正前方说 让我们听听你在说谁 我喜欢一年四季 尤其是夏天 很清晰啊 有你的陪伴让我觉得很骄傲 我这说给谁听呢 什么 有你的陪伴让我觉得很骄傲 我们要分析一下这句话 陈俊 你就削纳冬天里的一把虎 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 你能够想象下一位身边的那位 呃 你是我见过除了我妈妈以外最美的女 哇 哇 哇 而且你发现吗 所有的女孩子她是第一个拍手的 哦对 是个第一个 大友真的 谢谢你帮我解围 哎呦 朱先生 准备 大家注意看她的这句话很有讲究啊 究竟朱先生会说什么 三分钟广告之后 广告过去了 来请告诉我们答应说 你的歌声声声声打动了我 哇 我觉得你是一个踏实稳重的男孩子 哎呦 稳重 真的很稳重 踏实稳重的 又稳又重 你有什么话吃 甜甜的感觉 蛋糕吃过 甜甜的感觉 嗯 稳稳让你觉得很安心 当我走近你的时候 我用了十分之一秒的时间 发现我已经喜欢上你了 哦 你们宝刚的男孩子都这么会谈恋爱 那还来我们相约星期六干什么 这就真的想法厉害啊 宝刚的男孩子就让我们些刮目相看啊 真的 十分之一秒钟知道喜欢上的这种话 真的是像我这种情场老手都说不出来 好 来来来我们旁边 两位老师都说完了啊 我很感谢今天十一位 十一位男女嘉宾给我上了一堂台词课 真的 有时候想都想不出来怎么写 是 因为我们写 我写连续剧的时候 最难的一部分就是男女兼表达爱情的这一部分 我今天听到了有几句是特别到位的 嗯 哪几句 比如说甜甜的 哎 因为我觉得最初期很真实的感觉就是甜蜜 不光是我们刚才吃过的蛋糕的味道 还是你的笑容的甜蜜 还是此时此刻 站在他身边戴着难看领带的时候那种甜美 啊 这就是初恋的感 恋爱的感觉 啊 还有一句话 我觉得我非常感动的是三号女嘉宾的那句话 就是说谢谢你帮我解围 这非常动人 因为我能够感觉到在整场里面 她有略略的那种失落 那么优秀的一个女孩子啊 并不是说大家没有选你 是他们没有眼光 而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你对她的感谢是真的 她对你的打动也是真的 这个真心话我就觉得有的时候 作为我编剧 我未必能编到这个程度 就是发自内心的 只要是发自内心的那种感受的话 那句话我相信你们会记一辈子 所以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也说过很多话 我估计你现在都忘了 你这个话是错的 有一句话我从来没有忘记过 哪句话 我太太记了一辈子 不 才半辈子 不是 因为还有后半的字 是你太太记住了 不是你记住了 但是我自己记得了 哪句话 我太太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我太太经常要拿出来说的 学习一下 然后复习的嘛 学习一下 所以你们今天是已经说了对吧 学习一下嘛 就哪一句 我跟我太太说 我说 心理专家张老师究竟说了什么话 让妻子感动了一辈子 选择3号徐小姐 请亮拍 呦 你手中还有她的牌子 这个厉害了 我希望我们以后能够有机会 在私下里更多的接触 相约下一个星期六 请你给我一次机会 夏天来了 从现在起报名参加节目 就有机会参加 相约俱乐部夏日清凉游 报名及咨询 请联系官方微信微博 相约俱乐部 期待你的加入 我跟我太太说 我说你是我一生的最大的满足 我太太记了一辈子 每次她开心就 你到了三分之一生 你就一生了 我先把这个决心先说掉 不是 是您太太就听到您跟她说 你是我一生最大的满足 她就真的就近您一辈子 她就相信了 那她看来真的没听过什么感动 江老师 我很好奇 你跟她说这个话的时候 就说是你是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我肯定是真心话嘛 但是要说一生肯定是大冒险 对了 要一生最大的 所以真心话大冒险 好 好 来准备 停 大冒险的题目是 如果碰到让你心动的空间 你会从什么样的方式 来得到它的联系方式 这个菜 我觉得他们肯定都碰到过 是不是 要电话的 对 我们故意撒翻一杯水的 故意找茬的 肯定有 一定有 好 好 我们先来选出 参与这个游戏的两队当中的 男女主角当中的一位 开始滚动风光 停 来 李辉 李辉 不能够挑你身边的女伴 要挑我们今天现场的 两位空中乘务员 两位之一 2号跟3号之间 我挑一个3号 挑3号 3号 你好先生 您好 你有什么可以帮您吗 是这样的我多 不是 朱老师 您您别抢戏是吗 就是我 是您 您能看一下她 先生 您是不舒服吗 我不行了 我有点呼吸不过 来 我帮您把通风口打开 不行 通风口打不了我 你要帮我把窗户打开吗 哈哈哈 我要吐了 先生 不行了 先生 你们聊她的 你聊她的 她有可能她高原缺氧 她更厉害 先生您不介意 我先处理一下 没问题 先生 给我一碗麻辣烫 我有空 先生您这样 不舒服的话 吃麻辣烫会加剧您的病情的 我等一下 你先开开窗户 我先下去了 哈哈哈 现在飞在天 飞机飞在 你照顾她不用管我 不用管我 先生你这样做 我更加不能不管你了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蛮严重的 来我帮你把那个 座椅靠背往后调 您是觉得喘不过气吗 我喘不过气了 您真的是喊多大 现在好些了 现在好些了 还好领带没带 哈哈哈 我帮您开一下 通风口 不用了不用了 不是她上厕所待一会就好了 哈哈哈 小姐不好意思啊 您能给我一个电话吗 我恐怕回来 找不到这个位子在哪 哈哈哈 我可以给你打个电话 问一下我住在 坐在哪里 我可以找另外一位男车舞员 可能他陪你去卫生间 是那位朱先生吗 哈哈哈 我可以了 好好好我先去啊 你们先聊 你好先生 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本来是有问题 但是我突然发现 我坐的是头等舱嘛 对啊 难怪长得这么漂亮 是吧 谢谢 那个是这样的 你看这个领带打得也 特别有特点 都是你们就是 一开始刚上飞机的时候 他说这次搞一个活动 让我打这这么帅气的领带 那个能不能麻烦您 就是说通过您去联系她 您能把您的电话留给我 然后我去通过您再去联系一下 那位女士 刚刚哪位乘务员帮您寄的领带 您您 我也记不清楚啊 所以说我先想 能不能说先通 不好意思小姐 哈哈哈 哎旁边的乘客 不要笑她那么厉害好不好 哈哈 我们有急事 我妈妈家里面跟我一样 也是高原缺氧 你能电话给我打 你我叫我爸回去 你电话能够借我用一下吗 是啊 飞机 凭飞在天空中是没有信号 凭飞这样 你未清电话 未清电话没有用 就是 这怎么办 那你这样你把电话给我 我回去以后 我还可以找到你 哈哈哈 我找你干嘛呢 我这是 你不然去洗手机 哈哈哈 因为他手机掉了你知道吗 所以说你一定要把他电话给我 然后 不是 把凡子的电话给他 然后他到处跟我联系 如果他真出什么问题 你在天上飞的话没办法 然后我留下你的地址 到时候把手机和电话 都给您送过去 你还可以吗 要不这样吧 这个情况你看我一个人 也不可以帮你完成 对吧 我把公司的电话留给您 95530 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 不好意思小姐 哈哈哈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因为我那是电视台工作的 我认识你 你应该没有成家吧 是 单身 我跟你说 因为我特别希望 能够为我们就是单身的女孩子 您能电话留给我 我今后通知节目组 让你过来来参加一下我的节目 可以 可以 可以吗 好 那你请坐 哈哈哈 哈哈哈 你怎么这么说 我 那个您电话留给我一下呗 哎 你放心吧 我我但是 我会安排他跟你同一期的 好吧 谢谢 哈哈哈 算要的 你看他出一个 他我 我把他电话拿到 他就问我要电话 嗯 我作为你的情敌 我怎么可能给你呢 哈哈哈 好了下一位 我们下一组又看看会是谁 嗯 嘿 哎呀 呦 夏天哎 两个有可能让你骄傲的男人一起来直击 看一下谁问他要的电话 哎 是 不是户口本 是身份证 哎小姐我觉得你其实长得挺好看 你要不要我给你一张名片 给你一张名片 然后 呃 你给我一个联系方式 然后 S先生我先是工作时间 果然被我识破了 你真的让我借的多吗 哈哈哈 我挺喜欢你的给我电话 不好意思 我还是在工作时间 他好像真的挺喜欢你 哈哈哈 哈哈哈 不是这样我把我电话给你 然后改天 你约我们俩一会儿出来吃饭 我来那来 这位先生你旁边重新排队啊 来这位先生来出示一下您证件准备 哎您好您好 您好先生到哪里的啊 呃您好到哪里都可以 哈哈哈 哎呦 哎呦 哎呦到哪里都可以啊 那你本次好吗到底是到哪里的啊 呃您这次都有到哪里的 哈哈哈 哈哈哈 我们今天是徐家会动物园 哈哈哈 其实其实我今天不是来做来坐飞机的 我就看前面的乘客无理取罢 我是本来过来来接朋友的 然后 谢谢谢谢你麻烦 您旁边稍等一下好吗 后面还有其他客人 哎 后面没有其他客人 哈哈哈 你们聊一会儿 没事吧 没关系没关系您几点下班 嗯 他晚上八点了 您能读我这联系方式吗 我等您下班把你送回去 好 那下班我们再说吧 好那我等你下班好吧 我觉得他挺真诚的 哈哈哈 我觉得这是一个测试啊 觉得一个是表达你的真诚 一个是表现你的智慧 因为要 要电话号码啊 我觉得三位把真诚都表达的很清晰 啊 就是这个女孩子我很喜欢啊 啊 那么智慧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觉得有欠缺啊 但是欠缺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加分啊 啊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男人 比较笨拙 其实是可以让人有安全感 放心啊 啊 如果很轻易的 有很多的方法可以从 别人漂亮女孩子那里 拿到电话的话 这个也太劳烈了 啊 这样的男生放出去很容易出事了 啊 所以我相信这个部分应该有加分的 啊 呃 加油吧 好不好 好 谢谢 休息一下啊 来这边请 就我们现在场上 一男一女 你们觉得默契指数和素配感觉 最好的是哪一对 呃 那个跟张老师商量了一下 我们觉得呃 我们比较看好 三号男嘉宾和四号女嘉宾 哦 李先生和周小姐啊 好呢 恭喜我们这一对素配主持最高的男女嘉宾 将会获得上海印度小厨 餐饮有限公司送出的餐饮赠券一人一份 这是属于你们的礼物 嗯 而其他的男女嘉宾也都会赢得的是 大白兔提供的迷你大白兔喜庆奶糖一箱 哇 大家都有 另外 大家还将会获得的是 汉派东南亚风味餐厅天山店提供的餐饮赠券 每人一份 大家都有 啊 皆大欢喜 好啦 那其实老师呢 可能评解出一对素配指数最高的 但是我们相信今天应该还有其他会牵手 究竟是谁呢 还请 连连看 现场牵手的幸运男女嘉宾 将获得由哥师达邮轮提供的韩国双人浪漫邮之旅 好 刚才游戏做得很热闹 不知道有没有让各位升温 啊 如果现在已经决定要选择谁了 请在庭板上写出他的套目 来 有没有人选择我们一号女嘉宾的 来请亮出提板 有 来 这边两位跟刚才一样啊 两个有可能让他骄傲的男人 先来看一下这边 刘童的选择就一号 夏天 理由想上来说 陈先生你的提板 选一号 原因是性格互补 啊 来有请三位 谢谢 杨卫可以对夏小姐说出你们想要跟她说的话 首先吧 我们就是可能有过一面之缘在学校里的时候 然后 嗯 我感觉你性格上面都很开朗 嗯 很open 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然后可能你刚才那个前面你在后台也看到过我前面一些的那个短片 嗯 可能我你看到的那个我只是一部分 它就像一个宝藏 如果你一继续挖下去的话 你会得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嗯 我们可不可以就是深入的了解一下 就是从朋友开始做起 好 表达完了以后你先等一下 让刘童也说说心里话 表达 其实刚才我一直拿提板的时候 一直在想写些什么 然后我当时突然想起了 就是我非常喜欢汪国珍那首小诗 然后我就想把这首诗送给 送给夏天 嗯 就很简单 嗯 叫嫁给幸福 汪国珍 嗯 有一个未来的目标 总能让我们方心鼓舞 就像飞向火光的灰鹅 甘愿做烈焰的俘虏 摆动的是你不停的脚步 飞旋的是你美丽的流苏 在以往情深的日子里 谁能说得清什么是甜什么是苦 只知道确定了就义无反顾 要输就输为追求 要嫁就嫁给幸福 哦呦 这话说到 我的小名叫幸福 请选择我 小名叫幸福 我有个表妹 我把它介绍给你 她叫快子 好 来 我们两位伸出手 来 看看夏娅姐的选择 选择谁 请选择 来 来 我们先请陈先生入座啊 没关系 这边其实她之前已经做出选择了 嗯 听从自己吧 Feel ok 感觉对了 啊 她们俩从一开始 我觉得都还真的非常非常的般配 包括她们的个子 然后我觉得那个四号男嘉宾 我没有想到你最后的表辩 会念一首诗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 每个男嘉宾其实读多 读点书 内心背点小诗 也是不错的一个储备啊 在某一时刻该出手的时候 该用上的时候 可以拿出来 欲穷千里目 更像 我们背的诗都不对 你背诗背的对了 好了 恭喜你们 来 看一下 2号看看这个人 当然 不出意外啊 2号徐先生 选择了2号赵小姐 写着气质加大方 来 来 有请两位 有请薛 赵小姐表白 在我刚才拍灯转身的那一刻 你已经深深打动我 我外表可能看起来 没有这边几位 这么靠谱 可靠 但是我会用我的行动 来告诉你 我是一个怎样一个专一的人 行动是要向未来证明的 此刻伸出手 来看一下 赵小姐会给你机会吗 3 2 1 对不起 拒绝了 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接触还太少了一些 先我们各自回座好吗 这我们不勉强 但是在这一刻 我相信一定是有什么阻碍到了她 让我再来看一下 3号许小姐 有人选择吗 请亮拍 来 你还手上也看到牌子啊 这个厉害吧 哎呀你们太懂事了吧 就直接把牌子就给她了 来 过来 来来来来 尝试一下 说不定有可能对吧 来 今天来到这里是一个意外 我不知道会在这里遇到你 我不相信一见钟情 对你接触也比较少 但是从你的歌声中我听到了一时真诚 我相信我们会有共同的爱好 至少你选择那首歌 我也比较喜欢唱 我希望我们以后能够有机会在 私下里更多的接触 相约下一个星期六 请你给我一次机会 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伸出手 那我们这常试很重要 伸出手坚定地摆在这里 有哪一位愿意为徐小姐来 寄丝巾的有吗 现场的男生当中 你存在 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 我的歌声里 你的歌声深深打动了我 你存在 我深深的脑海里 三号女嘉宾 会不会选择成为她解围的后缘团呢 有情就牵手 是什么样的神秘女生 引得三位男生起起转身 让张老师也心动不移 如果我年轻的话我也会追求她 更让后缘团博士后按捺不住 加入竞争展开同事操歌 我研究设计院的博士后工程师 我所从谁又能最终获得她的邦金 请关注下周播出的国家核电专场 请你给我一次机会 不知道可以不可以伸出手 那我们这尝试啊很重要 伸出手坚定的摆在这里 看一下徐小姐 你的同事所选 当然要知道看你自己 看着她的眼睛 不选啊 顺便写的是 了解不够 但是如果你要坚持的话 可以试着在线下再努力一下 好 谢谢二位 不容易了 跨出这一步 再来看一下四号周小姐 周辰小姐有人选择吗 也是理由空白 选择四号 因为接触是比较少 但是我觉得那种甜甜的感觉是存在的 我想我们应该进一步的更加的了解 然后直到有一天 我可以在海边写上你的名字 然后随着海浪走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太能说了 这事真的有 周达天好像有话要说是吗 来看看会不会选择 三 二 离得近一点 一 可以吗 啊 去决了 哦 也是觉得现场了解时间短了一些 挺动 好吧 那么 五号 樊小姐 好 也写了一首诗带我朗诵一下 不是 短时间跟他接触下来 感觉非常好 我有一种想继续深入了解的冲动 用了冲动二字 可能这就是喜欢吧 来 来 谢谢 樊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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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说很多话 但是我想从刚开始听到你声音开始来说 然后当我转身的那一刻 我觉得对你非常满意 然后等我走近你的时候 我刚才也说了 其实用了第一眼的时间 就觉得自己喜欢上了你 可能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一见钟情 但是我知道对女生来说 一见钟情的感情肯定是不好谱的 所以到后面我们两个就在慢慢聊天以后 然后在你给我寄丝巾的时候 我给你寄丝巾的时候我就手都发抖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真的发抖了 可能是我觉得我对你比较在意 比如说就是如果我丝巾记得紧了 会不会勒到你 记得松了会不会不好看 所以非常感觉自己也是非常细心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当你给我打领带的时候 我已经彻底追不住了 就是心跳已经起码一般了 因为这是第一次女生给我寄丝巾 而继续领带 所以非常的激动 希望你能够接受我 好 来范小姐给不给机会 说了这么多 这有哪怕一丝的好感 哪怕是从普通朋友做起 三 二 一 范小姐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了 不选 那各自回座了 也祝福你们 看来今天我们过程很欢乐 到最后呢结局略伤感 是为了有一些好像就 望而却步了 没有迈出那勇敢的一步 那我们在这里要恭喜刘先生 夏小姐将会获得的就是 哥师达邮轮送给她们的 韩国浪漫双人邮轮之旅 那其他的男女嘉宾呢 如果你想了解她们的一些信息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和微博 还有微信 那如果想报名的话 同样可以通过 相约七六和新一六的官方网站 官方微博和官方微信 也可以通过知己网 百合网世界家园和真爱网 对 今天呢因为是东航和宝刚啊 团委组织的一场联谊 那来到了我们的相约七七六 欢迎电视机前越来越多的 这样的年轻人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加入到我们相约七七六的行列 下周同一时间继续相约继续幸福 再见